玩具宽乐秀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宽乐秀 我是月月姐姐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玩具主题依然是 咚咚超级飞侠 那么我们想一想 其实呢之前我们超级飞侠呢 已经拆过好多好多了 我们的乐迪 小爱 多多 包警长 胡须爷爷 还有小青 金刚 酷飞 都拆完了 都这么多了 那还有什么成员我们还没有见过呢 那今天的这个成员呢 他有一身的斑马纹 然后 他会帮助很多很多的小动物 哇 他可是个语言学家 他能听到很多很多小动物在说什么 登登 今天我们要拆的呢 就是我们的卡文啦 快让我们一起跟卡文来玩吧 嗨 有关于动物的困难 我可以为你解决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超级飞侠的卡文 非常开心能和大家相遇 啊 卡文你好啊 我是月姐姐 嗯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我觉得你呢 跟你们其他的超级飞侠的队员 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你的全身上下呢 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斑马纹 哎 前面还有一个非常灵活的 这样一个螺旋桨 嗨 那你是不是飞行的特别快呀 哦 其实不是的 月姐姐 嗯 其实我呢 最擅长的就是 和小动物们沟通 我可以读懂所有动物们的语言 哦 那 那你能不能读懂月姐姐的心思呢 哦 我来试一下 哦 我知道了 月姐姐 你是不是想看我变一下身 啊 你还真聪明 那你现在给我们变一下身看一下吧 嗨 卡文马上变身 飞机模式 嗨 我要把我的手臂收起来 接下来就是飞机尾翼的部分了 卡文变身完成 啊 卡文 你变身还挺快的嘛 呃 那你平时 都会变成飞机 然后去执行什么任务呢 哦 其实有关于动物的问题 都是来找我解决的 哦 是这样啊 那这样吧 月月姐姐呢 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 那所以呢 我想考考你可以吗 嗯 当然可以了 那我就找我们的小精灵过来 那我们的小精灵呢 目前为止 只有威尼才能读懂他 我们其他人都不懂 他在啾啾啾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看看你能不能读懂他吧 嗯 没问题 封在我的身上 啊 啊 啾啾啾 啾啾 啊 啊 啊 你你在说什么 噢 卖奇그램 你能听得懂她的说什么吗 哦 我听不懂啊 哦 他是不是饿了 我说怎么了 你看他非常的激动呢 那怎么办 我们找找人来解决一下问题吧 你们这里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这里有一个小精灵在这里说话 可是我们谁都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而且他的神情好像非常紧张的样子 小精灵你到底怎么了 你说你是生活在这片大森林里的 你有一个好朋友 他现在不见了 他的名字叫威尼 好的我这就帮你去把它找出来 威尼 威尼 这个应该就是威尼了吧 威尼你快醒醒 怎么了 我在前方遇见了一个小精灵 他在找你 我知道了 那我们快去找他吧 小精灵 是你在找我吗 我知道了 威尼知道了 我这就和你一起回去 对了对了 谢谢你哦 你是怎么来听懂小精灵说话的呢 我是超级飞侠的新成员 我叫卡文 我可以听懂所有动物的话哦 如果以后你们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卡文我的 好的好的 那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常常见面的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语言方面的问题的哟 那我这边还要跟小精灵去处理事情 那我们就要先走了 再见咯卡文 嗯 再见 小精灵 我们快走吧 啾啾啾啾啾 哇 卡文 你好厉害呀 你所有的动物的话都听得懂 啊 对了对了 我叫麦琪 哦 今天第一次 出来到大森林里 好开心哦 啊 你好 我叫朵朵 哦 我想 以后我们小萌鸡会经常在外面玩的 哦 如果遇到了困难 可以找你们超级飞侠吗 哦 当然可以了 嗯 好的 哇 今天的大草原 大森林 真是太美了 卡文卡文 啊 金刚 你怎么来了 现在在非洲大草原 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任务 需要我们两个过去 好的 超级飞侠 卡文 收到 麦琪 朵朵 那我就先去执行任务了 以后我有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超级飞侠哦 再见了 哦 再见 哇 今天呢 我们的超级飞侠又多了一位成员 那就是我们的小斑马卡文 哦 原来卡文的技能就是能够听懂所有的动物说的话 嗯 那悦悦姐姐想 以后等我养了小猫啊 小狗啊 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请卡文过来 帮我跟他们对一个话呢 告诉他们 哇 悦悦姐姐超级喜欢你们哦 你们一定要乖乖的 好啦 小朋友们 那么 悦悦姐姐知道卡文在以后的故事中呢 一定会非常经常的出来 毕竟我们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存在嘛 那如果小朋友们想要知道 内心我们平时都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话的那些小动物们 到底在说什么呢 说不定还在唱歌呢 那小朋友们就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哦 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 在下期见吧 拜拜咯